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剧情犯罪电影特殊显一犯 男主二驴是初中的一名语文教师 一天放学后 二驴开车回家 遇到了班上的四名女生 便好心地把学生送回了家 坐在前排的女孩大美和二驴愉快地聊天 镜头一转 第二天早晨 在河边发现了一名被奸杀的尸体 这死者正是二驴的学生大美 通过警察的走访调查 大家都表示在大美前一天晚上 是二驴送大美回的家 警察立刻来到学校将二驴带走调查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48小时以后二驴又被释放 虽然二驴没有被抓 但是二驴的生活从此就改变了 不管是同学还是同事都对他避而远之 就连在学校的女儿巴拉都成了同学们的公敌 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家长的耳朵里 家长联名要开除这个涉嫌奸杀的老师 家长也迫于压力 只好将二驴暂时地停止 二驴感觉不管他走到哪里 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二驴决定要把凶手给找出来 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他一人开车去调查 通过走访案发的地点询问周边的群众 二驴发现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很可疑 二驴找到他和他殴打中 二驴自己受了伤 男子也逃跑了 由于男子戴着黑色的头盔 二驴根本没有看到他的脸 正当二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学校的女儿也出事了 女儿被同学当作杀人犯的女儿 被同学们欺负 而女儿受不了别人污蔑自己的父亲 顿手和他人打架 二驴看着满脸都是血的女儿 二驴更加地确定要找到凶手 当二驴再次地找到其余的三个女生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肯说出事情的真相 只有一个女生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女主告诉二驴说 六个月以前 女生宿舍有一个经常偷内衣的变态管理员 死去的大美曾经和管理员发生口叫争执 大美向学校告发了管理员的行为 管理员从此被学校开除了 然后也从此地消失了 可就在大美出事的那天 那个管理员又出现了 二驴隐隐约约地觉得 这个管理员就是真凶 二驴找到了管理员的资料 开车找到了管理员 两个人一见面又打了起来 管理员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最后警察把管理员给抓了起来 二驴也重新回到了学校 然而二驴身上嫌疑犯的身份 还是没有摆脱 依旧的有人报复他 在他的车上泼脏泥 特殊嫌疑犯的反思宣度 比狩猎更加深刻 影片不单批判了围观者的冷漠自私 让观众站在受害者的角度 去体验一把被辱的经历 更使观众会不自觉思考 自己在现实中 是不是也无意中做了施暴者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是施暴者 那些恶行 是否就由我们的冷漠之手在主推呢 大家看 感谢观看